嗨 大家好 我是明明 最近在YouTube上面有一支影片很紅 叫做不要再逼台灣男生穿搭了 這支影片也在脆上面引起了一波討論 身為一個生理女性 我覺得我應該要站出來幫大家說話一下 所以我今天特別請來了當事人Alan 一起來討論一些問題 那我們歡迎Alan 嗨 大家好 我是Alan 今天受邀要來參加影片 那Alan 我想先跟你說一下 我們今天的影片可能會有一些比較激烈 比較堅熱一點的言辭 那這些全部都是節目效果哦 希望你不要往心裡去 OK 沒問題 因為我今天就是來接受審問的 所以 OK 好 在影片正式開始之前 我有些自己的問題想問你一下 就是你明明是一個男生穿搭的YouTuber 為什麼會想要拍一支 不要再逼台灣男生穿搭了 就是這樣子的影片 不是跟你的頻道有一點相違背嗎 我是一個拍男生穿搭主題的YouTuber 影片主要在介紹說 男生的各種穿搭風格的解析 所以我其實比大家都還要更希望 台灣男生會穿搭 那想拍這支影片主要是 我看到網路上的風氣有一點混亂 就是大家變得壓力很大 我希望大家可以接觸穿搭是開心的 而不是受到壓力 所以想要讓大家放輕鬆一點這樣子 那你覺得被延長的感覺怎麼樣 欸 有點難受 你看我現在臉上都長了三個痘痘 開個玩笑 我覺得其實還好 因為大家其實比較是針對這個議題 然後做出了很多討論 不是針對我這個人 好 Allen 那我今天代表一個普通的生理女性 有一些問題想跟你討論一下 首先第一題是 在影片裡面有提到說 穿搭真的容易嗎 像天氣這麼熱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對男女來說應該都一樣吧 所以你會覺得說 其實女生也超熱的對不對 對啊 而且我們女生甚至還要穿內衣 可能有些還是長頭髮之類的 就是我們比你們更有資格 喊熱這件事吧 其實我完全認同 太陽沒有在分性別 所以不管是誰 我覺得都很熱 我比較強調的是 台灣的男生 vs外國的男生 比較不是在講 男生女生誰比較熱 我覺得天氣比較像是 台灣人一起面對的一個大魔王吧 女生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 我打從心底佩服 可以畫全裝的女生 但是男生呢 在這個環境下 還沒跟上女生 我們可以用更多鼓勵的方式 欸 憑什麼只有你們台南在熱 我們台北也很熱 靠北 這是諧音梗嗎 對 台灣人是不能放棄諧音梗的 說到熱我就想到流汗的這個問題 你們男生出門可不可以帶個體香劑啊 你知道夏天的時候 大家捷運手一舉起來 那個味道有多可怕嗎 欸 其實我蠻認同的 因為我自己也常常在捷運上 被隔壁的人湊到 其實這個東西已經不是所謂的 什麼自由不自由的事了 當然穿搭跟邋遢 我覺得是完全兩回事 就是你今天就算你有自由 你不應該去影響到其他人 我雖然不會用 但我很推薦很多男生都用 止汗劑或是體香膏 讓自己是一個香香的狀態 那我自己也知道說 體味他雖然說不是自身願意的一件事情 但我這邊補充一個小方法 如果你覺得止汗劑啊 或者是體香膏啊 可能香臭混合啊 或是他是化學的東西不好 那我推薦大家說 可以在出門前擦一點小蘇打粉 哦 就是你平常居家清潔用的那個小蘇打粉 其實就還蠻有效的 因為我給家人試過 就真的還蠻有效果的 哦 OK 大家可以學起來 好 那延續你剛剛說的 不邋遢這個詞 你在影片裡面也有提到說 要打力乾淨 那你覺得一個及格的穿搭 應該要是什麼樣子 因為我覺得這個詞有點太模糊了 有點模糊 可以解釋一下嗎 呃 那我就先不論女生的部分 我就先從男生的方面來講 其實比起穿搭 大家更在意的是你拉不拉遢 可是你鼻毛有沒有剪 是不是炸出來的 還有你的胡紮 頭髮 我覺得很多東西是 很容易可以避免掉的 哦 他應該是比較偏向儀表的一個部分嗎 對 NG 的東西 你今天只要穿一個簡單的素T短褲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乾淨的穿搭 那相信你走在路上 也不會有女生逼你覺得怎樣 儀表也是第一步 第一步做好的才是穿搭 那從女生的角度 你覺得怎樣是一個合格的男生穿搭 我覺得就像你剛剛說的 就是把他的儀表搭力乾淨 可能有一些小缺點的部分 你自己稍微去做點功課 把他遮住 我覺得其實這樣就OK了 然後在穿搭上面 我也是覺得說 你只要穿個簡單的素T短褲 可能長襪球鞋 這樣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可以及格的穿搭 我沒有覺得說 男生一定要穿什麼多層次才叫穿搭 我覺得他只要穿得乾淨舒服 我覺得就OK了 那你在影片裡面有提到說 男生的衣服比較貴 我跟你講女生的衣服也很貴好不好 假設我們今天去UNI COOL 男生一件T恤590 女生一件T恤390 也才差200塊而已啊 200塊是可以買三杯手搖的 你身為一個正常有在工作的成年人而已 怎麼可以連一件衣服都買不起啦 我其實大概聽得出這個問題的出發點 很多我的觀眾男生會覺得說 女生買衣服比男生便宜 但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 因為他們有花更多的心力 去找到一些比較高CP值 比較平價的網拍 所以他們其實是比我們男生 更努力在做這件事的 不是想要比較說 男生跟女生誰比較窮 比較像是說 在台灣買衣服很貴這件事情 我只是想點出這個客觀事實 可是我覺得你用窮來比喻 我覺得有點不太恰當 我覺得應該是說男女在製妝的預算上面 女生通常會來的比較高一點 因為女生比較喜歡打扮嘛 嗯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預算分配的問題 不是薪資結構的問題 好 那說到打扮這件事情 我想問一下Alan 你有畫過妝呢 有啊 我現在臉上就有啊 還是你要摸摸看 那我摸一下 你不要高興騷擾我 可以 不要抹太多這樣 真的有欸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台灣的天氣其實對妝容很不友善 我其實是今年 大概年初的時候才接觸化妝的 那我現在其實只有化到底妝 不得不說 真的是到夏天 你常常知道那個妝掉的有多嚴重 真的 就是你可能36度出去曬一下 然後拿到衛生紙一抹 哇 全是底妝 化妝真的是一個很辛苦的事 而且我跟你講女生啊 她們還要化眼妝 你知道這一塊有多容易暈開嗎 就是那個眼線啊 睫毛膏啊 我只要稍微流個汗 它就直接暈開了 電影女主角 就是可能哭花那樣子 差不多就是那種程度 直接變延熏妝也超可怕的 我自己可能交往過的一些女生 她們也是會很願意花一個多小時 再做一個很完整的妝容 真的還蠻累的 更別提女生真的化妝要花很多時間 很多學會 嗯 學費 大家都是一步一步就是這樣子學起來的 所以我覺得說 各位化妝的人真的是辛苦了啦 真的不要再逼台灣女生化妝了好不好 對 因為像我自己的頻道是講 不要逼男生穿搭 其實男生也不要逼女生化妝 各自的辛苦 我們都要主動去了解 真的 你在影片裡面其實有提到說 女生學化妝啊 是因為希望自己可以漂漂亮亮 可是我跟你講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女生 真的很雖小 我們從小到大啊 就是被逼著說要學習怎麼去打理自己 像是上班要化妝啊 穿著要得體啊 所以整個容貌焦慮大爆發好不好 我們是這樣子過來的 大部分人可能是興趣 但不得不說 是真的有人是因為容貌焦慮很嚴重 然後負面的效果影響出來的 那像我就蠻好奇 你算是哪一種 就是你是比較偏容貌焦慮 還是因為興趣才打扮 所以一開始的話 我覺得是因為同才壓力 就是當你同年紀的女生 都開始化妝打扮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比較心態 就覺得我不能輸 所以就是開始也跟著去學 可是我覺得化妝精神 要學蠻久的 就是因為一開始 你可能下手過重啊 臉會太白 或者是你眼線根本就畫不好啊 畫跟鬼一樣 所以我覺得化妝精神 我真的是慢慢慢慢學來的 那像我自己 經歷會跟你蠻類似的 就是我開始做Youtube這一塊 然後發現很多的男生 他們其實出行那些活動的時候 臉上都會帶著一點 修飾膚質的淡妝 然後才讓我意識到說 我好像也應該做這件事 不然我會看起來很傻 就有痘痘 那你咧 你自己的話是比較偏向興趣 還是因為容貌焦慮的問題 這個比較私人一點 因為我雖然對外都是說 穿搭就是要一個興趣 但我覺得大家其實或多或少 都是從焦慮這個部分開始 我高中的時候 其實有到國外讀書 那可能在台灣 大家都是穿制服 到大學之前沒有男生會打扮 他們國外是很小 就注重這件事了 所以我過去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傻男 你知道嗎 就是穿著一個媽媽買的Net 所以從那個時候 我其實就感受到一個很嚴重的 同彩壓力 那到後來才慢慢的興趣 超越我的焦慮 慢慢變成我有在注重穿搭這件事 這些比較像是內在的壓力 那外在的一些聲音 應該是比不上正常女生 欸 我跟你講 之前有一次被路人罵 這次我真的超級生氣 就是呢 那個時候我的體態也是像現在一樣 就是比較豐語比較胖一點 去潛水玩穿筆基尼要拍照 然後結果呢 我旁邊路過一群男生 他們用一個超大的聲音 他們跟我說 哎呦 那個女生那麼胖 你敢穿筆基尼 欸 我真的氣死欸 等一下在你面前講 他們就是用一個 我聽得到的音量 然後講 就有點故意講給你聽 有沒有 對啊 到底拼什麼 就是一個外貌羞辱 身材羞辱 起司蛋餅 又是諧音梗 那我來分享一個我的好了 我覺得接受到 比較多外界的聲音 是我真的站出來 然後開始拍YouTube的時候 那一開始肯定是沒有像現在 妝容那麼的成熟 頭髮打扮 陸陸續續有各種聲音 你說 欸 你長這麼醜 你牙齒那麼爆 要不要去整一下 然後你的眼睛那麼小 反正就是各種的 說你不應該來拍穿搭 其實也讓我容貌焦慮蠻重的 這樣的環境真的是蠻不健康 不覺得嗎 就是我會覺得 這樣子的環境有一點病態啦 對啊 就是你穿筆基尼 幹他們屁事 對啊 對啊 那我拍影片 你不喜歡就關掉就好了 幹嘛就是 大家都很愛說腳 男生對女生 女生對男生 NG好不好 NG OK 那身為一個生理女性呢 我們真的從小到大 都是被批評長大的 所以我覺得你在影片裡面 他提到說 就是你希望可以用鼓勵 去取代批判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女生 根本就沒有受到什麼鼓勵啊 那會不會有些人 解讀成說很像台男在淘汰啊 身為一個男生 我都覺得女生從小到大 受到的外界聲音跟壓力 一定是比男生大很多的 那我也不覺得 台灣男生是受害者 需要淘汰 真的是有很多人很邋遢 我真的很想搶 就那些人被罵活該 像我的影片裡 最後是在鼓勵大家 不要當一個邋遢男 要當一個乾淨合格的男生 重點其實應該放在 對抗這個說教的環境 說教男說教女 我覺得都很NG 但我能力有限啦 我沒有辦法保護到所有人 我不懂女生從小到大的那一些 創傷還有挫折 我不想說一些我不懂的東西 但至少 我希望可以保護到更多的男生 就是在你的專業領域裡面 去保護到那些台灣男生 欸對對對 我其實覺得我蠻幸運的 因為很多女生一直都有在抗議 他們的聲音沒有被聽到 如果男生的聲音被聽到了 那女生的聲音也更應該被重視到 因為這是一個互相尊重的問題 我們不只不要逼台灣男生穿搭 我們也不應該去逼女生做一些 他們可能不願意做的事情 我覺得大家都要有更多的自由空間吧 那如果今天有一個女生就是來拍 就是不要再逼台灣女生了 哦 支持啊 支持的嗎 對啊 就完全認同啊 就不管誰拍啦 可以在下面tag我 我都會到場留言一下 嗯 那你知道我正在拍嗎 我們今天拍的這支影片就好 哦 你說這個標題就是 對 我的標題就是 不要再逼台灣女生了 哦 那不錯啊 直接到場支持的 那我們今天來做一下影片的總結 首先我覺得第一點就是 我的穿搭甘尼屁事 嗯 對 就是我覺得穿搭這個東西呢 應該是要由自身去做為一個出發點 是因為我自己喜歡 所以我穿成了我喜歡的模樣 而不是因為別人 他對我有一些什麼樣的批評啊意見啊 我就不能去穿一些我喜歡的衣服 再來第二點呢 就是我覺得應該要是鼓勵去取代批評 正因為我們從小到大都在一個很不友善的環境長大 所以長大之後的我們是不是更應該去建立一個好一點的環境 就是讓這種惡的循環不要再繼續下去了 最後呢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要互相尊重 就像你剛剛說的 不要再有說叫男說叫女了 我們大家互相尊重 這樣子才是一個比較理想一點的環境 沒錯完全認同 真的說叫NG好不好 男生女生都給我閉嘴 我覺得大家的言論可以是自由的 但我覺得這一切應該是要建立在不傷害別人的基礎上面 對互相尊重才是對互相尊重 核心 沒錯 好那就謝謝Alan今天來我們的頻道玩 謝謝你的邀請 好那今天的訪談呢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因為我跟Alan兩個人也沒有辦法 就是代表說所有的男生女生去發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完影片的話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可以幫我按讚分享出去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你什麼時候會有下支影片啊 應該會有啦 掰掰